你我話當年 Miko的才藝真的好像百足那麼多爪 他才高百斗 無論他做粵劇老觀和編劇都難拒不到 但隨著歲月的流勢文化的轉變 香港越來越少人重視粵劇發展 Miko有怎麼評價這個現象 粵劇是永遠不忘 我不敢說現在的編劇是怎樣 不過中國的文化已經退步很多 那些編劇當然是跟著文化退步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有中國人的文化 番書仔對於中文好像不太喜歡 雖然外國有外國的好處 但是我們黑眼睛和黃皮膚 總有自己的文化 每次都跟著別人的文化 那就變成了別人國家的奴才 我最熟悉的就是馬思珍和史國宣 馬思珍的中國文學 直到現在我敢說一句 在粵劇界都沒有人追得到 他本來全稱自己是鄉視的秀才 他一絲不苟 本來舊時就做電影 找個壺來接 他全都沒有這些流澤 除了馬思珍和史國宣 兩位粵劇大師 Miko和鬼才編劇《南海十三樓》 都有很多往事 想知道更多 記得準時收聽 明天的《你我話當年》